好 弟兄姊妹平安 今年我们已经迈入我们最后一季 我们必须有一个题目 我们必须要思想 因为明年2015年 就是福音入台150年的纪念日 150年前 马雅各从台南来到台湾 过了几年以后 马街从淡水进入台湾 展开了整个台湾宣教的历史 这150年 为纪念这个日子 很多的教会牧者深感过去150年来 很多宣教士 把他们的个人家庭 甚至子孙都奉献给台湾 现在应该是台湾教会信徒 起来做什么的时候 所以明年台湾将会有 许多大型的福音活动 长老会甚至已经定为 101倍加运动年 我们400年堂 身为台湾教会的一份子 当然也应该热切地回应 这个福音大收割的行动 过去西方宣教士传福音给我们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最可贵的 最感人的榜样和见证 有一篇文章说到 中国我来了 那这里讲到这篇文章里讲到 200年来宣教是如何把福音传入中国 200年前没有一个华人的基督徒 但是200年后 今天全世界有将近一亿的基督徒 我们要非常感谢这200年来 有多少宣教士流汗流泪流血 把他们的一生 把他们的所有都奉献给了中国 甚至戴德森的子孙 世代到今天都还在服侍中国人 在传福音给中国人 那戴德森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若有千磅因精 中国可以全数知取 我若有千条性命 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是一个英国人 但因着神 因着福音 如此的热爱中国人 我们华人实在欠了福音的债 200年前 近代第一个把福音传到中国的 就是马里顺 马里顺 这个人 马里顺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每一个华人 都要认识的人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是因为这些宣教士 他们来到中国 来到台湾 把福音带给我们 而这一些宣教运动 就从马里顺开始 我们要记得他将来到天上 见到他 要谢谢马先生 非常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们今天 我们才能够得着福音 马里顺 1807年 他往中国出发 但是当时英国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之外 没有其他的船可以往中国 可是东印度公司为了商业利益 禁止船教士搭乘 所以马里顺 只能先往美国 经过了一百多天海上的风暴侵袭 终于总算安抵纽约 又好不容易透过热心人士的协助 买到的船票 得以迈向中国之路 而船主呢 对马里顺的宗教狂热 深不以为难 他讽刺的说 马里顺先生 你真相信你能改革中华帝国 崇拜偶像的习俗吗 马里顺说 我不能 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能 跟我们说一次 来 我不能 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能 多么伟大的宣告 是的 我不能 但是我的上帝能 两百年后 证实了这位船主是错的 马里顺是对的 两百年后 今天全世界有将近一亿的华人基督徒 过去五十年 中国大陆被称为 全世界福音增长最快的地方 天下杂志有一期评估 他说 中国将成为全球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拥有最多基督徒人口的国家 将来在天上讲国语的会是最多 Amen 一辈子讲英文讲得不好 实在是很憋 到天上 我一定要讲国语 因为天上华人会是最多 感谢赞美主 而且华人将要成为 把福音传为耶路撒冷最大的宣教军队 将要经过佛教世界 印度教世界 回教世界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我相信我们当中 你会有一些人 上帝正在预备你 而且感动你 激励你 有一天你会到回教世界做宣教士 下面一片安静 我讲得这么激动 你说对啊 我怎么去 感谢主 或许你是一个医生 或许你是一个护士 或许你是一个经商的人 或许你是某种专业人士 你会带着不同的身份进到那里 事实上今天我们教会已经参与 训练了几百位宣教士 现在就在回教世界 当然他们是用不同的身份 隐藏进入在其中 我相信神正在预备你 就是你 就是你 上帝要哪里去 没有人 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而这一切 都是从两百年前 那个马里顺开始 就一个人 因为他相信我的上帝能 就扭转了整个中华民主的命运 最近 有一位中国著名的宗教学者说 中国现在是五千年来 对基督教最开放的时候 整个大环境 是最能接受基督教的时刻 说真的很多年我非常的沮丧 也非常的向神哭求 上帝为什么福音这么晚才来中卧 五千年来我们都是偶像的文化 五千年来我们没有福音 我们都在偶像的里面 但是感谢主 上帝奇妙的末世 把最后一棒交给华人 让现在是五千年来 从所未有的最多基督教的一刻 最多基督徒 华人历史以来 最多基督徒的这一刻就在现在 而且越来越多 我们感谢主 这一切都是从马里顺开始 说我相信我的上帝能开始 我们回头看马里顺 1807年9月 马里顺抵达澳门 开始了基督教路华的第一个五十年 而第一个五十年 只建立了22个步道所 350个信徒 你有看到中国人是多么的抗拒 多么的刚硬 多么的艰巨 因为是五千年的偶像 让整个国家 充满了偶像的诠释和刚硬 第一个五十年 才带了350个人信耶稣 如果是你早就放弃了 但是因着这些宣教士 继续继续 才有今天 而当时的信徒 大多数是文盲 大多数是文盲 第一批信徒就是像这样的人 福音都是从基层开始 都是起初微小 但终究必胜发达 而这些中国信徒 却是福音传播的重要的种子 其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梁发 梁发是中国的第一位牧师 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要见到他 梁牧师 恭喜 感谢你 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牧师 1854年 梁发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 他的儿子劝他不要过劳 可是梁发说 我已信道四十年 外国弟兄尚且不远万里而来 传福音给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整人放弃不为 即使到最后一分钟 我也要传福音给人 宣教士的榜样 激励了很多中国信徒 勇往直前 福音的种子就不断地开花 结果 马里顺在他一封信说 如果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儿子乳汉 你看他多么有宣教爱华人心 连他儿子取的名字都这么汉人化 他说我要培养他成为一位汉学家 我向上帝祷告 求圣灵感动乳汉 让他成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牧师 读到这一段 我心里非常的感慨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祷告 求上帝感动他儿子 成为一个为传福音给中国人的牧师 而我们有多少华人的基督徒 多少的父母 我们的祷告是上帝啊 我的儿子要考上台大主啊 他已经考两次没有考上了 我们家阿花三十岁了要结婚了 哪一个父母你曾经祷告主感动我的儿子 成为像花人台湾人传福音的牧师 为什么我们其他的祷告都可以 我相信今天开始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 你要开始为你的孩子祷告 为你的孩子上帝感动他成为牧师 请问做牧师不好吗 没有人敢讲不好 难道像刘牧师这样让你很丢脸吗 为什么你不祷告主啊 要做牧师就起码要像刘牧师这个样子 多一百个刘牧师好不好 所以我们开始祷告吧 我们要多一百个刘牧师 多一千个刘牧师 父母让你起来祷告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祷告 马里顺不但奉献自己到中国 因你一生二十七年 全部奉献给中国 最后死在广州 他的牧现在还在澳门 他临死之前仍然为中国的传道工作祷告 中国我来了 宣教士们宣教的教宗实在太感恩 感谢神过去 神拆派这么多的西方宣教士 爱华人奉献他们的一生 甚至死在中国 我们真是欠了福音的债 过去是西方人传福音给华人 现在应该是我们自己起来 传福音给我们自己骨肉同胞 保罗说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保罗为了自己骨肉之亲 能够得到福音 甚至自己被咒诅他都愿意 弟兄姊妹 是我们华人起来 还福音的债 是我们华人起来 传福音给我们自己华人的时候 难道我们还要等 戴德圣的第五代子孙 来传福音给你父母吗 难道我们还要等 马里顺的八代子孙 来传福音给我哥哥姐姐吗 2015年 是福音入胎150年 在这特别纪念的日子 在这特别的时期 让我们一起来为主做一件事 最有意义的是 就是2015年年底之前 每一个人都带领一个人信耶稣 让2015年 我们每一个人都传福音 给一个人带一个人信耶稣 叫地狱 因为你少一个华人 让天堂因为你传福音 多一个华人 或许过去 我们很少为神做过什么 但好不好 这次让我们一起来 为神做一件 献给神 一个可以带到永恒的礼物 耶稣来到地上 最大的一件事 最大的目的就是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私伤 所以在神的心里 最深的负担 最深的伤痛 就是那个还没有回家的浪子 而上帝最大的喜乐安慰 就是浪子回家 所以圣经记载 当浪子从养住的地方回来 全身污秽肮脏 是爸爸远远的看见他 就跑过去抱着他 圣经说 这个老爸爸就抱着他 连连与他亲嘴 接下去 这个爸爸就吩咐仆人 把肥牛犊牵来宰了 邀请了他的朋友 一起来跳舞 吃喝快乐 圣经说 他们就快乐起来 弟兄姊妹 你愿意叫我们的神 就快乐起来吗 你看见了父神的心 浪子回家 爸爸是多么大的喜乐 难怪耶稣会在路加福音 连续用两个比喻讲道 当那个牧羊人 找到了那一只迷失的羊 当那个妇人 找到他失落的一块钱 耶稣说 他们就把朋友灵舍都找来 有那么大的事吗 找到一只羊 找到一块钱 需要这么铺张 都请朋友来吗 然后这个人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吗 接着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死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一个人悔改 一个人得救 我们的上帝 就像他们一样的铺张 邀请邻居 朋友 大家一起欢喜快乐 天上要为一个人的悔改 得救开一个大的派对 什么是神最大的喜乐 什么是让天上能够跳起舞来的 就是一个罪人悔改 为了纪念福音露台150年 我们要一起为神做一件 叫神最快乐的事 我把这事称为 2015 101千人受洗 跟我说一次 2015 101千人受洗 以示 让2015年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带一个人信主 把一个灵魂献给神 而单一个人得救 就可以叫天上开party 如果我们全教会能够带1000人受洗 那天上将会有多么大的欢乐 下面我很简单的说明 整个的这样的计划 就是从现在开始 到明年的圣诞节 我们一共要做四个循环 每一个循环五个礼拜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底 四个循环 每一个循环五个礼拜 那今年的十月 我们带来圣诞收割 明年的一月或二月 我们带来母亲节收割 明年的五月 我们做了 我们会带来中秋收割 然后明年的十月 我们最后这个圣诞收割 一共四个循环 那每一个循环 都是五个礼拜 五个礼拜我们要做什么呢 每一个循环 我们都要认领 五个福音的朋友 那为这个五个朋友 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三件事 就是大有能力的祷告 大有能力的关怀 大有能力的福音行动 每一个循环都做这三件事 祷告 关怀 福音行动 而每一个循环不是独立的 而是延续的 第一个循环 可能只有一个人听见福音 其他人都还在祷告 没关系 第一个循环 没有人信耶稣 我们还有第二个循环 第二个循环没有人信主 我们还有第三第四个循环 而每一个循环我们都为他认真祷告五个礼拜 那五个礼拜四个循环就是二十周二十周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我们一年多之内好好为他认真祷告二十个礼拜 或许我们曾经都有传福音过给别人 我们或许有人有淡人性或有没有 但是我们或许我们从来没有好好为一个人祷告过二十个礼拜 而这一次我们整个的重点 我们要好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认领他为他祷告二十个礼拜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我们这样认真祷告二十个礼拜 再加上无条件的爱跟关怀 他会不被神触摸 或许我们从来没有过有这样有计划有目标 有对象持续性的传福音 让我们来试一次 看上帝怎么样为我们成就大事 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 二零一五年我们一定要一领一 传福音给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 让二零一五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上天堂 二零一五年你有很多别的事都做很重要 但是你会做一生一件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带一个人上天堂 或许你一辈子信耶稣以后 从来没有带过一个信耶稣 但是好不好这一次给我们一起来 带一个人信耶稣 带一个人上天堂 你一辈子只要做这件事 你就可以安心的去见上帝 不然有一天我们见上帝 你会守足无措 上帝说你带什么来 没有 我有三栋房子 上帝三栋房子什么意义 地球都不见了 还是你要带多少纯管黄金吗 还是我是什么抬头呢 还是我发明了什么机器吗 带一个人 只有灵魂 你能去见耶稣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开始启动第一个循环 那怎么做 我称为得人四部曲 第一部就是属灵认灵 我们每一个循环都一样 第一个就是认灵五个人 因为我们的时间资源力量有限 在一定的时间 我们要交注在少数几个福音对象 使我们的资源能够做最有效的运用 所以每一个循环我们都认领五个福音朋友 作为我们祷告 关怀福音行动的对象 那你说牧师我好多朋友 怎么选这五个呢 怎么选五个呢 下面有四种人 是最合适我们认领的 第一个就是Oikos 亲友网 根据调查 百分之八十的基督徒 都是他们的亲戚朋友 或有关系人带他们信主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信主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家人 或我们的朋友 或我们的亲人 带我们信耶稣 所以属灵认领 第一个你要带领人信主 第一个最有效的对象 就是我们经常接触 有关系的家人 亲戚朋友同学 或是每一天在办公室见面的同事 或者有相同嗜好 喜欢共同运动兴趣的朋友 或是你有球友 或是你有爬山山友 或甚至你有酒友 常常一起喝酒 趁着喝酒风的时候 就说爱信亚收 而这些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接触 我们有个自然的关系 所以这些人是我们最容易接触 也是我们最能够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的 让我们为关心他们 把福音带给他们 我想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这些好朋友 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一些死党 我们有一些都好朋友 我们有一些我们产多年的老朋友 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讲 我们什么都谈 政治谈 教育谈 我们经济谈 国际大事谈 谈学问 谈娱乐 谈逛街 什么都谈 甚至我们连 甚至我们连裤子都可以穿一条裤子 你什么都讲了 但是唯一没有讲的就是耶稣 有一天 你上了天堂 你的朋友在地下说 老王 你怎么会在那里 他会在地狱控告你一辈子 我们在一起三十年 什么话都讲 什么都谈 唯一你却没有把耶稣告诉我 你自己上天堂 你却没有告诉我 你就让我留在地狱里面 一辈子 他在地狱都要骂你 他都要怪你 就是你 这算什么朋友 我们都说好东西要跟谁分享 好朋友分享 你什么都分享的 唯一最好 最重要的好东西 耶稣却没有跟他分享 你说那种人不会信耶稣的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信耶稣是他的事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给他机会 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你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会不会信耶稣是上帝的事 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可是我们跟他好朋友 我们却从来没有给他福音 你跟他谈生意 做生意做了二十年 你跟他做一个办公室 做了十年 你跟他一起生活 一起做好朋友 爬山 爬了不晓得五月十月 百月都爬完了 什么山都爬完了 唯一 西安山没有爬过 他会怪你的 他会怨你的 你的父母你很爱他 你的家人你很爱他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 你说我们家不适合谈耶稣 那适合下地狱吗 好不好 让我们一定 五个朋友 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就是过渡期的人 每一个人都会有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面对一些时期 那比如说我们台湾人 我们到美国留学 就很多人在那里信耶稣 为什么 因为换了一个环境 在那里你陌生 你的心是比较开的 所以你们办公室 有新来的同事 那就是他的过渡期 这时候他是 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你要赶快接触他 关心他 他的心是向你最打开的 有些邻居刚刚搬来 赶快去拜访他 因为他需要朋友 他对这个社区非常的陌生 你去拜访他 而这样的时间不会很长 过了半年 那已经不是新班来的了 就是在那一段 这个很重要的时刻 两个月 一个月之中 你要掌握这个世界 让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把这好朋友 带到上帝的你有机会 每一个都有 那也有一些人家里 正面对人生的某一些变动 譬如说他家里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 或家人有人生重病 或有人过世 都是过渡期的这样的人 那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因为家人过世 我们去关心这个家庭 而这个家庭就有一些成员 开始信耶稣来到教会 所以这个是过渡期 而过渡期不是很长 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 我们要掌握上帝给我们这样过渡期 这样的人放在我们周边 一定有他的原因 第三个呢 来过教会小组的人 所以你没有名单的话 你跟小壮要非常多这样的人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第四 不属于任何教会在外面流浪的基督徒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哎哟 你是教会 哎呀三十年前我就受洗了啦 不过三十年都没去教 感谢赞美主 他曾经受过洗 圣灵在他里面流过踪击 神会再感动他 这位是你很好的传福音的对象 再把他带回教会来 所以呢我们教会 明年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小洋卡 小洋卡 这里面有看看五个名单 就是认领五个人 那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 下个礼拜你都会在小组拿得到 那其他的用姊妹 下个礼拜我们会放在服务台 你可以自己去拿 那这两边是一样的 你可以撕一半放在教会 留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做一个认领墙 我们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那边进来会有一个认领墙 我们希望 这里一千一万个祝福是什么意思呢 一千个人认领 五个人就是五千 两千人认领就有一万 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个教会里面 有一万五到两万人的一个祝福 让我们这五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 带给这个世界一万个祝福 好了 这是第一个叫做祝福卡的属灵认领 那认领完了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叫做大有能力的祷告 大有能力的祷告 认领之后接着下来很重要的 就是运用祷告带下天上的资源 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之后 然后就对门徒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 所以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权利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对门徒来讲 这个使命太大 大到他基本上根本上不可能完成的 可是门徒就照着去做 如今两千年之后 全世界有将近二十三亿的基督徒 而且每一天还在成千上万 速度在全数进行 那门徒怎么样完成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 周牧师说 耶稣一方面给他们使命 一方面给门徒祷告最大的权柄 所以那一首诗歌说祷告是什么 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是 摇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所以什么是祷告呢 祷告就是做我们手不能做的事 你想到你那个朋友同事 你想到你那个拜拜 很厉害的亲戚或你的父母 你说他们要信耶稣 几乎是不可能 是的 从我们看是很难 不可能 所以我们才需要来祷告 借着祷告做我们手不能做的事 请问保罗是不是不可能信耶稣的 像保罗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呢 他逼迫基督徒 他打击基督徒 怎么可能信耶稣 后来保罗不但信了耶稣 而且成了最伟大的宣教士 我认识一个姐妹 在一个聚会的里面 她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 也来参加这个聚会 她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 她的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 看到她这个十多年前 没见面的这个姐妹 这两个人都是企业家的家庭 都是企业主的太太们 所以他们见面以后她很惊讶 然后她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分享 她说我看到这位太太 她说我不敢相信 因为十多年前她离开台湾的时候 她对这个太太的印象是什么 这个太太全部就是慈激穿蓝色袍子的 十多年她就是非常是慈激 非常核心 非常活跃的分子 所以她说她在任何什么场合 都看到她是穿蓝色的袍子 非常的活跃 非常的核心 所以她说我今天看到她在教会里 我觉得她还是穿蓝色袍子的 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 她认为这样的人 这不可能信耶稣 她说我今天会在这里看到她 我其实真的不可相信 我们有个姊妹的妈妈 她是信一贯道 你知道一贯道他们信了 他们就是要发奏启示 所以有很多的父母年纪长 他们很怕 因为怕了会被咒诅 那一位弟兄 一位姐妹 她的先生是很暴力的 所以每次传福音给她 有人说 你把神经死掉 这样一个暴力 一个弟兄的妈妈 她是一贯道的谈主 而另外一个弟兄 她来到教会被逼来了 她欠了很多的债 对她满脑子只有钱 只需要钱 对耶稣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样的人要信耶稣都是不可能 如今他们不但信主 而且全家信主都在我们教会 他们信主 就是因为有人倚靠神 借着祷告 做了我们手所不能做的事 所以有一篇文章说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是开启了 从天到地的影响管道 带到能够打开恩典的水龙头 将福音祝福带给了我们的邻居 看到没有 这一句话讲得太好 祷告就是打开恩典的水龙头 打开那个影响的管道 祷告会让罪被抵挡 道德生活被重整 让人转向上帝 所以你知道吗 祷告就像耕种田地一样 一个人信耶稣 人的心田是非常的重要的 他需要被耕耘 非需要被翻土 祷告就是翻松人的心田 在他听见福音 接受福音的 他的心田需要翻松 特别我们华人 是一个偶像非常厉害 物质主义非常厉害 所以一个人信耶稣 他的心是非常的封闭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祷告 来打破那个坚固的营垒 让他的心田翻松 然后他才预备好接受福音 美国有一个教会 做过一个实验 有十个小组 为住在附近 每一个小组 为住在附近的八个家庭 祷告 祷告三个月 那么十个小组 每一个小组八个家庭 就是有八十个家庭 那么就是 那另外 同时这个小组 也另外有八十个家庭 有电话号码 但是没有为这八十个家庭 祷告 这有两个对照组 一个这边是八十个家庭 有人为他们祷告三个月 这边有八十个家庭 却没有人为他们祷告 三个月之后 教会跟这些家庭联络 没有为他们祷告的 这八十个家庭 只有一个家庭有回应 愿意教会跟他们接触 而有被祷告的这八十个家庭 只有六十个家庭有回应 有五十四个家庭 欢迎教会到他们家喝咖啡 这两组八十个家庭 有那么大的区别 就在于 一边有小组为他们祷告三个月 一边是没有人为他们祷告 有祷告的八十个家庭里面 就像福音有正面积极的回应 没有祷告的家庭 就像福音是封闭的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为什么传福音 祷告是那么的重要 和有果效 因为借着祷告 预备人的心 繁松人的心田 借着祷告 为福音开一道畅通的门 所以弟兄姊妹 借着下来我们要讲 是的我们要祷告 但我们怎么祷告 牧师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每一个人 你只要跟着教会做 每一个人都能做 我已经把那个 做到最简单最简单 所以第一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就是三个五 什么叫做三个五呢 就是五分钟五个人 五周跟我说一次 五分钟五个人 每一天只要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每一天五分钟 为五个人祷告 五个礼拜 每一天五分钟 为五个人祷告 祷告五个礼拜 请问你每一天五分钟吗 感谢主第二堂的弟兄姊妹太好了 你们声音比较大 昨天我在学生那里讲 有没有你们当中 有没有没有五分钟的站起来 我下去打你 没有人没有五分钟 谁没有五分钟 每一个人都有五分钟 而我们整个的计划 只要你有五分钟就可以了 只要你有五分 从五分钟开始 五分钟为五个人祷告 然后祷告五个礼拜 这样就完成 这样开始 你说牧师五分钟 连五分钟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 你不要骗我 我已经想过你的诡计了 所以下面第二点 叫做三乘三手册 我连祷告文都为你预备好了 三乘三手册 第一个这是它的封面 第二个你看吗 它就是五个礼拜的内容 一周 两周 五周 正好就是祷告五个礼拜 每一个天有什么 每一天的内容 就是有一些经文 然后开始就有些内容 然后有一些空格 空格是什么 就把你认灵的朋友 刘三 王五 张三 然后就写下去 照着念就可以了 你再不记 就是牧师应付你一下 来来来来 三十秒钟 我做完了 我也完了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连这三十秒 五分钟都不肯做的话 耶稣会向你显现 简单的说 每一天为你认灵的五个人 用三乘三祷告手册 就是祷告五个礼拜 这是我们整个 牧师没有叫你到非洲 没有你上街敲锣打鼓 你只需要用五分钟 每一个人都有五分钟 善用你的零碎的时间 三餐我们都要谢饭祷告 每一餐你为一个人祷告 两个人祷告 三餐就可以为六个人祷告 有没有姐妹们 你们要煮饭 切菜 有没有在煮饭 煮饭要烧火 要等火 等它煮熟 也要时间 你可以 我们交通的时间 走路搭车等车 在捷运上 这么多的时间 上洗手间 有吗 每一个人都会上洗手间 蹲在那里五分钟 就是为那里祷告五分钟 每一个人 所以我结出果子 在哪里结的 厕所结的 就是在厕所 每天五分钟祷告 就改变了那个人的命运 好了 退一万步 再不济 你说牧师 我没有时间 因为每一天晚上 我都要看韩剧 好了 给你继续看韩剧好了 拜托 韩剧也要广告时间吧 每一个小时韩剧有五次广告 每一次广告 只看就为一个人祷告 看完韩剧 祷告也完了 好不好 大家都一起来 我再讲一遍 如果到这样 你都还不肯做 只有一个说 我们不管他了 他要下地狱 是他的事 我没兴趣 他 我不在乎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朋友 都有家人 可是你却不愿意拿五分钟 我没有叫你做到永永远远 只这五个礼拜 我昨天跟学生讲 做完这个五个礼拜 就可以放暑假了 就五个礼拜 这么简单 你有这些好朋友 你有这么亲爱 你爱的父母家人 就五分钟 你都不肯 真的耶稣会向你显现 而且所有都预备好了 内容什么都有 去买一本三成三手册 还有二十五块钱 鼓励你把它撕下来 每一天撕一张 放在口袋里 随时就可以祷告 四个循环 买四本 也不过一百块钱而已 一起来做吧 好了 第一个 我们就是祷告 是我们所有切传福音的开始 你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计划 有对象 这样祷告二十个礼拜 你一定会改变 那接着下来 有了祷告之后 接着下来就叫 大有能力的关怀 圣经说 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 在传福音上 只有祷告 没有关怀 没有福音行动 也是死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有一些行动 你要知道 我们是关心 不是强迫 我们是付出 却不求回报 我们这样的态度 是真心去关心别人 所以一方面 我们自己没有负担 也不会带给别人压力 我们是期望 祂信耶稣得福音 但我们不是强迫 祂接受福音 我们不是一个交换条件 我们是单纯的关怀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在未来的五个礼拜 求上帝给我们 合适的机会 当你开始为那个人 三成三去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这个手册 设计得非常的好 一步一步的带你 越深来越来越深入 你只要照着这个手册 每一天有不同的内容祷告 你会越来越深入 上帝会为他开一个门 上帝会在他身里面 心里面创造某种情景 上帝会在他的环境里面 兴起某些环境 说不定他会主动来找你谈 他会有一个情景 正好你就看摸到 感受到他里面的一个需要 我相信我们所需要做的 我们就是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传福音的门 给我们开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所要做的 多付出一点 多留一点空间给别人 多留一点钱用在别人身上 周牧师曾讲过他一个例子 他喜欢打网球 那他的福音朋友 就是那些打网球的人 他想我怎么样能够 把福音带给他 想起来 在复活鞋的时候 他就送给他每一个 打网球的好朋友 每一个人一贯最好的网球 一贯 我知道他打网球就三颗一个 我知道一贯他也送过我 勉励我要练习打网球 三十年我都打不会 然后在上面的 包的漂漂亮亮 上面写着 复活节快乐 主赐福你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相信你一定 神一定会在你面 当你祷告以后 你会知道他的需要 你神会创造一个机会 在你的里面 给你能够触摸他 夏天很热 你煮了一锅绿豆汤 好不好多煮一点 送一碗给你楼上的王太太 办公室煮咖啡 你多煮两杯 分给他 你办公室有一个同事生日 你说老王啊 我每天我都只吃 Seven的City Coffee 但是因为今天你生日 我特别买 八十五度C的咖啡给你 就是一杯七十块八十块钱 我们透过关心建立一种关系 我们真心的关怀别人 这些点点滴滴都帮助我们 与人建立关系 让我们一起来做 相信当我们这样的做 我们就可以带入 第最后大有能力的福音行动 我们就预备收割 预备收割 我相信任何一个朋友 任何一个亲人 当他因着你认识耶稣 他会感激你一辈子到永远 到了天上 我甚至告诉你 他会跪下来向你感谢 因为就是因为你 他不然他今天是在地狱的 他到了天上会更知道 更感谢因着你把福音带给他 所以在福音的行动方面 我们可以做的很多 我们拿着那张神机的 那张单子去送给人 当你祷告很多的时候 当你越多为祷告 这张单子送去 上帝就感动他 其中有一个故事 就是他的需要 其中有一个祷告 就是他的需要 你说老王 你们教会这么神 那你就为我祷告 你说我的功力不够了 我们教会 我的小组长 他是黑道三段的 他比较厉害 那我带你去给他祷告一下 你就把他带到小组来了 你就自己为他祷告也可以 你说我今天先为你做出诊 然后带我们去看我们的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不行 我们还有主任 主任不行 还有什么 一起来 上帝会为你预备开一个门 开一个需要 你可以送他见证的小册子 我们的信息 主任信息 上个月我们讲到情绪 我们有讲到理财 我们有好多讲到家庭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善用的材料 你就有机会买 送给他 我们每一个循环之后 我们祷告五个礼拜之后 我们教会都会有一连串的福音活动 比如说Friday night 我们先知信的一支祷告布道会 我们这一次认领 从十月二十号开始 祷告五个礼拜之后 就正好十二月了 我们就进入圣诞收割 所以从这一开始 我们这次五个礼拜 你好好祷告 针对求主给你恩典 这几年圣诞节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好吧 我们的信息要停在这边了 我们一共这三个 让我们一起来做 这两个礼拜 我们只要做的就是做属灵认领 然后下个礼拜 我们十月二十号 我们大家开始一起来启动 所以弟兄姊妹 每一个循环都认领五个人 四个循环就是二十个人次 那这二十个人次 每一个循环 你可以认领二十个不同的人 你也可以四个循环 都认领相同的人 无论如何 这二十个人次里 只要有一个人有回应 只要有一个人听见福音 接受福音 我们就做成了 好不好 我们相信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 到明年底 我们一定能够带一个灵魂 当作礼物献给上帝 2015年101千人受洗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到